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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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怎么样来读圣经 我在课程里面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来强调读圣经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要读上下文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机会 能够学习去读圣经的原文 但是如果我们更懂得读圣经的时候 能够去看上下文 那么我们在解释圣经上面 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亮光 所以我要再继续举几个例子 我们再来进入新的单元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例子 请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看见这整段经文都在讲耶稣的一整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 到了加百龙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我们看见这里面记载 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在会堂里面讲道 好 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第一章二十九节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我们看见这里面继续记载 耶稣他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讲道 讲完道他出来是不是就回家睡觉 睡午觉休息呢 不 他继续去探访 到西门跟安德烈的家去探访 好 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好 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在会堂里面讲道 讲完道呢 他不是就回家休息 他就继续去探访 探访完呢 他也不是回家去看电视 而是做什么呢 天晚日落的时候 耶稣就开医病布道大会 当你把这些经文连着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亮光 你就看见耶稣是一个 侍奉非常殷勤的人 非常忙碌的人 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的主题 就是在强调耶稣是仆人 所以马可福音里面记载 耶稣甚至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得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的侍奉是非常殷勤 祂是我们的榜样 当你侍奉很忙碌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抱怨 我们的主也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们教会主日有崇拜 之后下午到晚上 我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有一个培训班 每一个礼拜天 早上在教会讲道 下午晚上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培训班 我就发现我几次以后就心里面充满抱怨 觉得为什么我礼拜天要这么忙这么累呢 但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 我就不敢抱怨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 他早上讲道 下午去探访 晚上还有医病步道大会 好 不只是这样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我们看见这个时间继续下去 我们看到这里记载耶稣的隔天 耶稣隔天他不是睡觉到中午 因为前一天非常累 不是的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就起来去祷告 所以这里当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的关联性的时候 我们又得到另外一个亮光 就是耶稣他再怎么忙碌 但是他不会牺牲 也不会忽略 他跟天父交通的这个时间 我想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 连耶稣都需要 有跟上帝亲近的时间 我们更需要 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忙碌 我们要把亲近神的时间分别出来 特别是清晨 不被打扰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亲近神 向神来祷告 所以你看到 我们如果注意到那个时间的前后关联性 我们也会得到很棒的亮光 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 也是在马可福音 我们请翻开马可福音16章 14到18节 马可福音16章 14到18节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理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耶稣 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如果注意那个前后的关联性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 你会觉得这段经文好像不大大调 怎么说这段经文不大大调呢 这段经文是在讲到耶稣复活以后 那么他跟十一个门徒显现 做什么呢 这里提到说责备他们的不信 心理刚硬 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呢 他们一开始是不相信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呢 就跟他们显现 然后就责备他们 心理刚硬 心理不信 好 我们看到呢 当耶稣责备完他们不信 心理刚硬之后 他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提到说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会发现这两处经文 很难连结在一起 耶稣对一群人 先责备他们 不信 心理刚硬 然后接下来 却吩咐他们 去往普天下 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看见 这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亮光呢 就是我们看见耶稣 他非常的信任他的门徒 他非常看好这一群门徒 虽然这一群门徒有软弱 他们有不信的 有疑惑的时候 但是耶稣仍然很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可以完成大使命 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 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耶稣从降生一直到升天 都很不容易 耶稣的升天也很不容易 有人说如果他是耶稣 一定不愿意升天 因为看到门徒这种光景 这个怎么会愿意升天呢 我发现今天也有很多的 这个传道人不愿意升天 已经年纪八九十岁了 还不愿意把教会交出去 因为对下一代的人不信任 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我觉得耶稣非常的看好他的门徒 他非常的支持他的这个门徒 非常的这个愿意放手 让他们去做 我们也应该要信任我们的下一代 愿意把神的使命托付给他们 让他们按照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 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计划 好 这个是一个例子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再来看更大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 到二十二章来看 亚伯拉罕 他整个信心的历程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被称为叫信心之父 上帝呢 给在亚伯拉罕身上 不断地给他很多信心的考验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来看 我们最主要让大家看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 有高有低的 他跟我们一样 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都是很软弱的人 他的信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翻开 圣经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 我们很粗略的来看一下 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二章呢 一到九节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非常有信心 因为上帝呼召他说 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当他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 他连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他就愿意顺服 相信 然后他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很不简单 他的信心很伟大 但是呢 第十节以后呢 我们看见十二章十到十三节 这里提到说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占居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前面信心很好 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失去了 他到了遇到饥荒 他就没有信心 神会养活他 他就下埃及 不但下埃及 他甚至说谎 要他的妻子 告诉别人说 是妹妹 好让他能够保全性命 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 这个时候 他没有相信 神既然应许会给他的后裔 神就一定会保全他的性命 所以这个时候他 没有信心 他的信心低落下去了 好 但是你看见 其实基督徒 我们都会有信心低潮的时候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 愿意再起来的时候 上帝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 到了十三章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信心又上去了 好我们看见十三章呢 第八节第九节 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 他的信心表现在他对他罗德的 罗德职额的包容 因为他们财产太多 所以就相争 所以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说 你先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他相信 虽然他把地让给了罗德 但是上帝最后跟他讲说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这些通讯通通要给你 这些地通通要给你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很安稳的 不但这个样子 我们看见 这个罗德到了索多玛的时候 他的地就被四个王把他侵占 罗德跟他的财产 还有他的妻儿通通被抓走 所以有人就来报告给亚伯拉罕 跟他讲说你的侄儿被掳去了 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十四章 第十四节怎么说 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 他说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 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旦 然后就把罗德跟他的妻儿 还有他的财产救回来 我们这边再次看见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真的表现在他 以德抱怨当中 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 可能当你听到说 你那个很没有良心的 这个侄儿罗德已经被抓走了 可能我们会跪下来 打告说主啊感谢你 报应这么快就临到了 但是你看见亚伯拉罕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却愿意去救他的这个侄儿 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曾经有信心软弱 但是呢 上帝可以再帮助他 再信心再起来 但是我们看见 报的十六章 亚伯拉罕的信心又掉下去了 那么这里提到什么呢 这个亚伯拉罕在迦南地 已经十年了 都还是没有生孩子 所以他的妻子撒来 我们看十六章第二节 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 亚伯拉罕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拉罕就听从撒来的话 所以就跟夏甲这个同房 然后就生了这个以什玛利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这个时候等了十年 他的信心又失去了 所以他又再次跌下来 所以我们看见 弟兄姊妹 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 我们人的信心可能会有起伏 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慢慢慢慢 越操练越操练 我们看见一次又一次 我们看最后到了 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就达到最高峰 他愿意把以撒献上 愿意把以撒献上 所以我们看见 信心虽然会有起伏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慢慢 当我们生命的经历 越来越丰富以后 我们看见从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以后 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一直都能够 这个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这个是我们看到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大卫也是一样 你看大卫的生平 你会发现他的信心也不是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他也有起伏 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大卫的信心的经历 请我们翻开 撒猛尔记上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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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到第二节 有人告诉大卫说 非利式人攻击基伊拉 抢夺何场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式人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式人 拯救基伊拉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 他做事情一定先求问上帝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很有信心的 他要去攻打基伊拉 他没有凭着他的血气之勇 他先来求问神 那神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式人 这个是二十三章 那么到了二十四章 大卫的信心又在往上爬了 我们看二十四章 第六节提到 有一天他遇到扫罗 在一个洞里面在上厕所 那么跟随他的人就跟他讲说 我们趁这个机会把他杀掉 但是大卫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什么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大卫 他对上帝的信心表现 他对上帝的敬畏上面 他认为扫罗既然是上帝恩高他 我不可以杀他 上帝如果要自己杀他 那是上帝的事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 因为大卫自己本身是在被扫罗逼迫逃亡当中 他竟然愿意放过扫罗 所以我们看见二十三章他很有信心 到了二十四章他的信心又在往上走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从大卫身上也是一样 我们看见灵性 有时候他不是一种地位 不是说你可以练到一个地步 你刀枪不入 不会再受到这个试探 不会跌倒 保罗说我们自以为战力的人要小心 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就是这样 我们看见沙穆尔记上二十五章 请我们来看这个沙穆尔记上二十五章 我们看见沙穆尔记上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沙穆尔记上二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大卫曾说 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以致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以恶报散 凡属拿巴的南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降伐于我 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沙穆尔记上二十八章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大卫去跟一个人叫做拿巴 因为大卫在逃亡 在旷野里面逃亡 所以他就去跟拿巴要一些 请他给他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拿巴就讲一些话 羞辱大卫 所以大卫就非常生气 他就召聚他的军队 他就要去 他说凡属拿巴的南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什么呢 拿巴比较可恶 还是扫罗比较可恶呢 我想当然是扫罗比较可恶 我们知道大卫对扫罗非常的有功劳 他立下很多汉马功劳 然后扫罗呢 才是真正这个以恶报散 一直在追杀他 这个穷追不省 拿巴只不过是一个 一句一时的 这个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大卫可以容得下扫罗 但是他却容不下拿巴 差一点就去残忍地杀掉他们 他的所有的这个南丁 所以还好有这个雅比该 来这个这个帮助他 来说服他 所以大卫最后就没有去杀这个拿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 就是信心就是这样 他会有起伏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真的要时刻很警醒 我们继续来看 到了沙漠记上26章 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他又有机会 这个杀掉扫罗 这个雅比塞劝这个大卫说 你看上帝再次把扫罗交给你 扫罗再睡觉再沉睡 你可以赶快杀掉他 但是大卫对雅比塞说什么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无罪呢 弟兄姐妹 扫罗 这个大卫第二次不杀扫罗 比第一次困难太多了 我相信大卫一定认为 我第一次放过扫罗 那么扫罗就会悔改 因为我以德报怨 他应该就会悔改 上帝也会恩待我 就让扫罗不再继续追杀我 结果扫罗没有 继续追杀他 还有呢 我相信大卫一定会想 我第一次放过他 结果他现在还是要来追杀我 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莫非上帝要我 再给我机会 去做对的事情 把他杀掉 但是我们看见 大卫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看见大卫他仍然 坚持真理 就是他深深的相信 他是耶尔华的受告者 我就不应该杀他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地方 他第二次不杀扫罗 要比第一次更有信心 所以你看见我们 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就是这样 我们的信心是可以 不断的来成长 不断的成长 但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个信心呢 灵性不是一个地位 有时候是一个状态 我们看见呢 到了撒末尔记上的27章呢 大卫的信心往下掉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撒末尔记上27章第一节 撒末尔记上27章第一节 大卫心里说 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 不如逃奔菲利士地区 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 就必绝望不再寻所我 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好弟兄姊妹 我们特别注意到看到这个地方呢 他特别怎么说呢 他说大卫心里说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见呢 大卫并没有认真的求问神 我们看到在撒末尔记上呢 大卫每做一件事情 他就会求问耶和华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个地方提到说 大卫心里说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大卫呢 他几年来被扫罗将到处追杀 到处躲 可能他会开始觉得很累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人啊 这个有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 所以大卫就在想 我再这样被他追杀下去 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 你看见他并没有信心相信 上帝过去救他 将来还是会救他 他就觉得 有一天我可能会死在扫罗手里 所以不如呢 我逃到菲利士去 我们都知道菲利士是以色列的敌人 所以他逃到菲利士 那当然扫罗就不可能去追杀他了 所以没有错 这里面提到说 这个可能扫罗就真的没有去追杀他了 但是呢 当你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去解决问题 问题是不是就真的解决了 我们看见大卫 他面对更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沙默记上27章8到11节 当大卫投靠了 这个菲利士王 这个雅吉之后呢 这里提到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 倾夺基数人 基列人 亚玛利人之地 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 从苏尔直到埃及 大卫急杀那地的人 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又夺获羊 牛羊 骆驼 驴 并衣服 回来见雅吉 雅吉说 你们今日倾夺了什么地方呢 大卫说 倾夺了犹大的男方 耶雅灭的男方 基尼的男方 无论男女 大卫没有留下一个 带到加特来 他说 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 告诉人 说大卫住在菲利士地的时候 常常这样行 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 这段经文我们看见 大卫他去击杀的 这个一些地方 基数人 基社人 亚玛利人 等等 那么但是他为了要取信于这个 菲利士人的这个王 雅吉 当雅吉问他说 你今天去侵夺了哪些地方的时候 他就骗这个雅吉王说 我是去侵夺犹大的男方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你们知道这个雅吉王他就想大卫是犹大人 那么他来投靠我会不会是有目的 会不会是间谍 所以大卫就故意跟他说 我是去侵夺犹大的男方 但是事实上他不是去侵夺犹大的男方 他是为了取信亚吉王 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大卫就做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族的人通通灭恐 没有留下一个 因为怕他们去讲了一些话说 大卫不是侵夺犹大的男方 是侵夺他们等等 所以你看见 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去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 我们看见大卫他靠自己 所以他就要更多的说谎更多的说谎 不但如此 你知道大卫后来要很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变成要跟着费力士人去打自己的同胞 我相信他里面一定很挣扎 他一定很后悔 我为什么会来投靠费力士 因为他变成要替费力士人去打自己的同胞 所以我们看了到29章的时候 很感恩上帝救他 因为那些费力士的其他的首领 就说不可以 大卫可能会在战场上把我们几个杀掉 然后去投靠扫罗 所以亚吉王就来跟大卫说 对不起 他们都不让你出战 你知道大卫还要装的就是说 这个我是真的很愿意忠心于你 让我去打仗 这个亚吉王就跟他讲说 不用不用不用 你回去吧 我相信大卫那个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你看见在 沙穆尔记上30章的时候 这个管教就来了 这个大卫的 这个大本音喜格拉 就被喜结一空 七儿通通被抓走 但是我们看见 到了沙穆尔记上30章第6节的时候 大卫的信心又起来了 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沙穆尔记上30章第6节说什么呢 他说 大卫甚是交集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 这里就提到说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 心里得坚固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这个时候 他的信心又起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从大卫跟亚伯拉恩身上 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灵命 灵性不是一种地位 而是一种状态 什么时候我们 自以为已经 这个非常 这个刀枪不入 非常刚强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落入 魔鬼的这个轨迹 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举了那么多的例子 就让大家来看 读圣经 当你懂得把 这个上下文连结 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更多的这个亮光 我想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愿上帝赐福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信 他的道路 因为血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耶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耶语比处 耶路撒冷